而在节后的返程客流方面 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 今天一早河北 江苏 山东 河南境内的部分高速公路 局部路段封闭 预计中午前后可以恢复通行 而受到降雪以及路面结冰的影响 青海境内的张闷高速海东段封闭 恢复时间待定 大雾同时对于石家庄正定机场的进驻港的航班 也造成了影响 上午10点之后逐步恢复 受到天气方面的影响 双方部分旅客转车火车出行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120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1017列 春运启动至今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了3亿人次